花莲中北区乡镇拒绝抗议朴风养鸡场进驻声浪沸沸扬扬 光复乡西富村马佛部落也是朴风设厂据点之一 乡公所上个星期也邀请了村长先元进行讨论会议 由于上有一间牧场也将进驻西富村养鸡养牛双双进驻 代表杨天明、吴辉煌在定期会执行议程上 也强烈执行表达坚决反对的立场 朴风养鸡场进驻花莲引发争议 地方反对抗议声浪沸沸扬扬 也为朴风养鸡场据点之一的光复乡西富村马佛村部落村口 早已高挂抗议不条 拒绝朴风进驻设置养鸡场 而地方议事殿堂上乡代表杨天明更是强烈质询 不知朴风向代表吴辉明也质询指出 现在也有间牧牛场要进驻 光是西富村又是盖养鸡场又是设置牧场 环境与空气污染以及被气务问题 更是双重重量的破坏 他认为乡公所不能等闲适之 要拿出执行魄力 针对朴风时评业者设厂争议 乡长林清水达询强调 本案从文件审查核定与执照发放权 都在华林县政府 地方公所无权核定 上周也邀请了村长县议员 以及部落头目召开讨论会议 并将会中反对决议转报县政府 也期盼县政府能够倾听民意 浦风养鸡场预定地就位在马佛社区偏东的这一块土地 虽然与社区住宅聚落相隔了一条马佛溪 且业者强调先进厂房设备与饲养技术方式 都以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污水、空气污染、尤其废弃物等问题 以及究竟能带给地方多少的产业就业机会 地方居民仍存疑更是难以信任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